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马克 一级日前韩宁社报导韩国知名歌手兼主持人 同时也是经纪公司Antenna老板 刘希列透过Antenna的IG发表道歉文 表示有人指出 他的作品《非常诗人的夜晚》 以版本荣誉的AQUA极为类似 他也请辞长达十多年的节目主持人 以示负责 他真诚的态度获得粉丝大众的赞赏 长久以来 演艺圈总让人觉得虚化浮夸 荣誉迷失的生态圈 韩宁柳系列不迷失名利的勇气 实在令人佩服 也为现今耳以我诈的世界 留下了最佳的道德典范 反观台湾的官场文化 充斥着官大学问大 做错事脸不红气不蠢 最夸张的案例如前财政部长张胜何 在立委执询税务人员领税务奖励金 适法信实功能答复 曾为了违法提前强制执行 竟然教所下属 用立可派图感公文书日期 张胜何多项侵害人权的市政确凿 却不见他出来说明道歉 不被惩处还可以安然退休 退休后能受聘大学任教 岂不是误人子弟吗 从下面的影片 大家即可了解前财政部长张胜何 为官时的荒谬之处 查期奖金被废掉了 你现在变相搞出一个奖励金 这些没有法院预计的 在民国93年4月9号 已经将财务法环处理占行条例 第三条第四条修正废纸 所以你们查期奖金也就被取消了 但是财政部何花税务奖励金 作为要点 用作为要点取代被取消的 这个法院 然后来花这个奖励金 那你现在 所以我们这个税务这边都有年总奖金 有考期奖金 考期奖金就是你表现良好 给考期奖金 还有不休假奖金 你现在又变相跟你拿这个奖励金 合理吗 你说 来部长说个公道话 是我说公道话 税务体系 这个自发体系如果待遇不高 它不足以养年 不足以养年 不足以养年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起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把它提早 先下手围墙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 可以立刻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从我执行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的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啦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不然投降就不要硬拗了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看完上述的影片后 非常的诧异 政府对于违反犯错的官员 永远都是利用旋转门 让他们转任其他单位 实质上却是升官 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层层 这种有罪不划的现象 让今年5月 国际人权两公约第三次国际审查会议 三度来台的奥地利国际法 与人权教授 Manfred Nowak 深感不解 他提到 台湾对于执法的加害人 没有实质的惩罚 对有罪不罚的现象 表达遗憾 有罪不罚就是酷刑 就是严重对人权的侵犯 最典型的莫过于遭监察院主动调查指出 侯官人侦办太极门案件 设有八项重大违法 移送法务部从严究责益处 然而法务部和高检署官官相复 不但没有陈署 还让他一路升官 造成有权无责 任意以公权力迫害人权的现象 在今年7月13日联合国NGO 世界公民总会 台湾总会等单位 举办太极门烟假错案 平反15周年论坛上 蔡富强律师有详细说明 当时侯官人检察官 使用形同酷刑方式 对待无辜被告人 我们一起来观看蔡律师的说明 来边大家午安 我想我们现在的题目是从这个 两公议的国际审查台湾现在的修法的部分 刚刚呼应吴景金教授就是说 其实有关于这一次的审查公议里面 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 那一次的审查报告里面的 那个罗瓦克里面就已经提到了 台湾有关于这个酷刑的部分 他已经建议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酷刑 它纳入台湾的这个刑法的修法 可是到今年的5月13号的审查报告里面 他们仍然还是没有看到台湾有把这个酷刑罪 列入我们台湾的刑法的这个修法里面 那现场的这个官员回复里面 竟然还有官员说 台湾酷刑已经绝迹了 我们没有吸救的问题 然后所以说 其实这个审查官员认为说 我们台湾的官员是否太自我感觉良好 或者是说真的都不知情说 我们台湾的这样的这个司法实况 那刚刚吴景金教授说 台湾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酷刑罪的规定 然后他举这个刑法 当然刑法第126条有凝虐人犯的罪 然后那个入海公军刑法里面 也有凝虐不俗罪 但是刑法第100 当然法务部的提修法 109年提修法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修法的审查 那他提修法的时候 也只是把125条的这个烂犬逮捕鸭 烂犬恕罪的这个罪行 把它加入了刚刚吴教授所说的这个 把警察的这个部分纳入了 整个适用的范围里面去 但是这样子就酷刑来说 真的就OK了吗 就保障完整了吗 我想然后刚刚 台湾的刑法第125条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什么 从立法到现在 我讲吴景经在之前 吴景经教授在之前 很多座谈会里面说 这一条是刑同据文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司法检察官 被用这一条起诉然后判刑的 那这台湾的真的酷刑真的不存在吗 我们就以太极门案件为例好了 刑法第125条里面有三款 第一个是滥权逮捕剂 当初这个侯大检察官 在对太极门案件发动侦查搜索的时候 他有任何具体的施政吗 完全没有 而且这个案件 其实在新竹地检署高雄地检署都早已经有人用匿名黑函 检察官也都有进行传讯调查 然后都用行政签解了 可是同样的黑函到火宽人手上 却能够动用大批的检警调 然后大肆的搜索 然后在没有具体的施政下 就把掌门人积压 然后当天 这个就已经涉拳到滥权逮捕 那他那时候的积压权还在检察官手上 还在检察官手上 那他积压是有一个具体的施政跟证据吗 显然也没有 他积压的目的只有一个什么 以压逼供 用积压当手段 要问到他想要的自白 或是他想要的证词 然后用这个来当作他起诉的证据 我想这个是 这个就是胁迫取贡 就以拘束人身自由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那就辅了第二条的胁迫取贡 这个就是滥权逮捕积压 这个就是一种对人的精神跟肉体上面的一种行求跟虐待 以这样子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那只有这样子吗 你知道掌门人在被积压的期间在看守所 有没有受到如何的不人道的虐待吗 那时候是四宏冬天 而且那一年冬天很冷 所以弟子有去 想说师父被积压 然后可能需要棉被 所以他们有去买新的棉被 要给师父 你知道师父收到的棉被是什么吗 是那种又脏又臭的棉被 弟子买的棉被 根本没有送到掌门人师父的手上 而且那个棉被 很显然是被加工过的 掌门人盖过以后 身上的皮肤抓到破皮流血 抓到破皮流血 所以这种东西 我不认为一个看守所的管理员 跟掌门人无冤无仇 会这样子去恶整他 但是这样的事实却发生在 当时的侦察机关里面 那只有掌门人被这样子不当的虐待吗 显然不是啊 当时候 当天也不是 检察官居票上面要居体的人员 然后陈条鑫大师兄陪着 掌门人去应讯 他也被当场把他改列 改列为被告征讯 然后征讯从当天的下午的五六点 一直问到隔天的晚上八点才放他回去 这中间不给他休息 不给他饭吃 有这样的询问手段吗 这个不是胁迫举构吗 这个不是在凌虐被询问人吗 好那让他回去之后呢 在12月24号呢 又发动调查局签化巨派 又把他具体到案 然后又把他羁押起来 然后在羁押的过程的期间里面呢 就故意呢 叫调查局去传讯他的老婆 然后当天呢 也故意叫调查局去提讯陈条鑫 然后陈条鑫经过 他的太太王云云的征讯室的时候呢 里面的调查委员就故意喊陈条鑫的名字 让陈条鑫看进去 然后让他太太转头回来 看到他太太也被调查局约谈征讯了 然后对陈条鑫施加心理压力 然后当天又复讯移到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火宽人那边征讯 陈条鑫的太太王云云并没有人告他 他也不是被告 他被用什么身份传讯 他被用关系人身份传讯 相当于证人的身份 连被告都不是 你知道当天陈条鑫被复讯 移送到地检署的时候 他竟然看到王云云被关在地检署的拘留室里面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王云并不是被告 你没有权利把他关在拘留室里面 他关在拘留室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让陈条鑫干到对陈条鑫施加心理胁迫 造成他的心理压力 然后呢 戒掉到 然后把陈条鑫提讯到征讯室以后 火宽人问陈条鑫第一句话 有看到你老婆吗 第二句话 你师父的功夫是真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酷刑 这个不是利用不相干的亲属 然后对人家施加心理的胁迫压力 来获取他想要的证识 一个 一个 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然后我们期待他是一个公正执法的检察官 怎么会戳出这种手段跟行为 一直在让人家匪夷所思 这个是在办案吗 不是啊这个在刑囚啊 这个在制造冤案啊 冤案都是这样子制造出来的啊 然后他竟然说 他竟然拍桌子说 亏你还是一个修行人 他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 他不是说我们太极门 他不是否定我们是修行团体吗 然后又拍桌子骂陈条鑫说 亏你是一个修行人 看到你太太要被鸡压 领半心 小孩子没饭吃了 你还不想办法救他 这个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有问题啊 到底是谁有问题啊 一个检察官可以讲这种话吗 而且这跟他整个起诉逻辑 不是互相矛盾吗 然后只有陈条鑫这样子吗 彭丽娟师姐也是啊 他小孩刚出生才七个月啊 有人告彭丽娟师姐吗 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被任何人指出是被告 然后对他有任何的 说他对其他师兄姐有任何犯行啊 那他也莫名其妙地把他列为被告 然后就把他传讯 然后也一样在12月14号当天就把他羁压了 那羁压的目的为什么 还是想要从彭丽娟师姐的手中 去让他讲出对 掌门人夫妇不利的话 这个都是用 而且你看看他 对彭丽娟师姐 他小孩子出生才刚七个月 那时候他对小孩子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念 跟很大的一个关怀的情绪在 他是没有办法忍受母子分开的 他一直跟活宽人哭求说 我的小孩子才刚七个月很需要我 我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你要传讯我 我随时都到 你不要羁压我 但是活宽人还是一样 烂犬就把他羁压了 然后在传讯他的过程中里面呢 就故意选 也不再征讯室问他 他就故意把他带到会议室里面 带到那个地检署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去 然后就对他进行的这样子的暗示 民事暗示的要他去讲出他想要的证词 我想这个都不是一个 遵守法令的一个国家的一个 执行公权力检察官该有的行为跟作为了 那这么多的一个非法的犯行所制造出来的 那再来他又犯了什么 他明明知道没有任何事证 就去找了一个死约生来做伪证 然后呢用用他不死的证词 然后又起诉太极门什么 逃漏税捐 然后来达到他非法起诉的目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滥权宿罪啊 那所以说整个起诉的过程 整个侦办的过程荒腔走板 然后最后这样的一个非法的起诉所 发出来的税单 国税局还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已经都判决无罪了 包括跟他们在行政院所召开的跨部会协议 所做的公告调查的结果 也都证明是禁私礼的 包括107年最高法院的107年判斥42号判决 也证明太极门是弃功武术修行团体 种种这么多的明确事证都存在的时候 竟然81年度的那种 用名字是名字不是事实 名字是捏造的扭曲的 用补习班来对太极门 然后用补习班学费来对太极门的禁私礼 非法课税的这样子的一个非法的税单 竟然还能够透过行政执行署 去执行拍卖太极门的道场 那宁愿太极门辞整长达了25年 那这样的行为 对太极门的师徒所造成的痛苦 你有看过一个案子 长达了25年 然后迟迟没有办法解决 到最后已经好不容易翻案了 结果国家机关还漠视了这样的一个 正义的事实 还要硬去扭曲去拍卖 然后把人家的道场收贵为国有 这个相之于酷刑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你看看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 这些财政部的这些税务人员 没有触犯到酷刑罪吗 他们没有对太极门的师徒 施语这样的精神上的凝虐吗 把我们扭曲我们的师徒关系 然后明明知道 不是补习班 硬要用补习班发贪课税 然后明明知道 张胜河明明知道 100年的公告调查结果 都已经出来了 7401份的调查报告都说是正义的 他还硬要扭曲 还说只认一半 那这不是一种歧视吗 这不是一种差别待遇吗 这不是就是基于一种 对特定人的歧视 然后所施语上的 这种精神上的虐待吗 那一个税务案件 整整纠缠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我想这个是 举世所无的 我想这个不是能够被接受 所以我认为 酷刑罪不能够单单 只 局限于在所谓的 有诉罪犯罪前线的 这些司法行政人员 我包括所有的公务人员 如果他们掌握了公权力 他们这样子 自意的乱发税单 自意的认定 然后明知不是事实 还要非法课税 然后已经刑事判决确定了 他还不愿意去更正 他错误的违法税单 继续对人民施以凝虐 然后执行这些非法的税单的话 我想他们也都是 酷刑罪该去处罚的对象 所以我认为 刑法125条 并不足以包含 所有酷刑的定义 所以我们认为台湾必须要有去推动 酷刑罪立法的一张的必要跟迫切性 以上是我报告 谢谢 从蔡富强律师的说明 我们了解到 今年5月 台湾邀请国际人权学者专家 就我国落实两公约进行审查 审查会议结束后 9位国际审查委员提出92点意见 并呼吁台湾政府要重视人权问题 此次国际人权两公约审查会议的结论 如同民主人权造妖境 造得台湾的人权无所遁形 人权是台湾和全球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是普世价值 台湾应立即落实 以法治化的国际人权两公约 国际人权专家学者的忠言 必须立即落实 以保障人权 人权本天父 良心本天生 东方佛道儒家常说 人在宫门好修行 提醒当官的人 若处处为民抹福利 事件莫大功德 反之可能堕入一次关 九次牛的苦海轮回 为官者不得不胜 今天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